社交网络上每天流传着数十亿张图像,这意味着在说完这一句话的时候,就有两百多万张图像在社媒上传播。 我们每天浏览社交平台为自己喜欢的照片点赞,但你是否思考过,社交平台上的数千万个赞又是怎么来的呢? 泛滥的图像,无处不在的互联网,我们常常选择牺牲个人隐私或信息来换取更加便利的生活。 然而,这海量的图像背后,隐藏了怎样的经济问题?图像又是如何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?我们是否应该警惕图像获胜的现象? 这些问题,在红砖美术馆最新展览《图像超市》中,都一一展现。 展览《图像超市》由布朗大学比较文学和人文科学教授彼得·桑迪担任主策展人。 图像超市的主题,源自桑迪2017年的著作《可见物超市》,图像的普遍经济。 他在这本书中提出图像经济的概念,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理解图像的方法。 包括莫瑞吉奥卡特兰,伊夫·克莱因,安德烈斯·古斯基,威廉·肯特里奇,苏菲卡尔,以及正处于风口浪尖的NFT艺术家凯文·艾博士等,一共39位艺术家的50一卷作品,正在《图像超市》中展出。 策展人用超市的概念来比喻生活中图像物不狭击的状态,并分别从图像的五个角度,库存、原材料、劳作、价值、交换,来探讨图像经济的本质。 这五个相互影响的经济学词汇,共同交织出我们当下热议的话题。 接下来,我们会通过更多的视频内容,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图像超市,探索我们所处的图像世界。 敬请期待,记得点赞关注哦!